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 那么今天这集呢,我给大家聊一聊关于新冠 那么新冠从它爆发到今天将近整整三年了 原来很早呢就有朋友想让我讲讲关于新冠 但是我一直没有讲 为什么呢,就像我所说的 我们人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才能对新生的事物有着深刻公正的认识 我之所以之前没有谈过关于新冠的话题 这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 都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和时间跨度来真正认识新冠 那么今天之所以我给大家聊聊新冠呢 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对新冠的认识 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改变的时刻 既然有这样一个需求 再加上我本人呢,在这段时间 也对新冠有了具体的各方面的体会 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新冠的认识 那么认识新冠实际上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新冠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还有很多是未知的 第二点呢,新冠将和我们人类长期共存 而且呢,新冠面前人人平等 七天为止没有听说哪一个种族 哪个国家可以对新冠免疫 因此呢,面对新冠的挑战 所有国家都一样 新冠本身并没有国家特色 但是如何应对新冠 具有国家特色 而应对新冠的国家特色 与其说是来自于医学方面 倒不如说是来自于社会科学方面 比如说政治制度 民族传统 民众意识等等 这并不属于医学范畴 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范畴 我们先来聊聊新冠作为新生事物的未知性 关于未知性呢 我主要想谈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因为新冠它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医学专家 以及依托医学专家的专业意见 而制定政策的政府 在一开始就给出最正确的应对 面对新冠这种新生病毒 医学专家呢 他也是只能根据他以往的经验 医学理论 依靠现有的医学研究手段 给出相对合理的应对 而这种应对呢 在病毒刚刚爆发的时候 很难做到全部正确 它只有通过时间的发展 经验的积累才能得到充足的证明 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头去看 在2019年年底新冠爆发的时候 医学界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其中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有一些说法呢 现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是在提出这些说法的当初 我们没有办法去准确的论证 哪种说法和观点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的积累 必须通过时间来实现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用过多的去苛责 当初哪种观点是正确的 哪种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注重的是 如何通过时间的进展 来获得更多的数据和经验 从而明确正确的观点 如果我们过于执着 疫情最初观点的正确与否 这往往就会给我们正确的认识 新冠疫情 带来不必要的内耗 那么关于新冠的未知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我们个人对新冠的看法 我们人类个体 对于任何一种未知的疾病 它本能的反应都是恐惧 无论舆论宣传的导向是怎么样的 无论政府政策是怎么样的 也无论我们个人如何真正有词地 阐述着自己对新冠的无所畏惧 但当你第一次被确诊新冠的时候 你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的 你比如说像我 已经打过了三次疫苗 但是当我被传染上新冠的时候 而且也是有明显的症状 心里总会想 有没有可能自己会变成一位重症者 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态 只不过当新冠的症状迅速消失之后 痊愈的患者也就会把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态 抛之脑后 那么经过这几年 世界各地 新冠疫情的发展状况来看 新冠和我们共存 已经成为了一个客观事实 那么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 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 新冠病毒的毒性的确在减弱 比如最近 美国新冠疫情再次出现爆发的趋势 我本人呢 因为要照顾家人 这几个月经常出入医院 我可以感觉到新冠疫情在爆发 当然护士也告诉我 重症患者的数量远远低于 新冠最初爆发时候的情况 那么医疗资源呢 也没有出现过度的紧张 不过随着新冠病毒毒性的降低 它的传播率呢迅速的增高 但是这里呢 也有人群防护意识降低的缘故 大部分的民众呢 应选择尽可能的 在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情况下 恢复自己的正常生活 另外关于新冠疫苗呢 民众的看法 更加倾向于和流感疫苗的看法 比较类似 有的人会选择疫苗的注射 这并不是完全为了防止感染病毒 而是为了防止感染病毒之后 出现重症的情况 那么也会有人认为打疫苗并没有用 所以呢选择不接种疫苗 那无论是哪种选择 这都是个人的决定 不需要太多的辩论 就新冠病毒来说 就要我前面讲到的 它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即使医学专家到现在呢 也不能给出一个关于新冠病毒的 完整正确的理论 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 我们全家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非常奇怪的是 在全部家庭成员中 年龄最小的那个和身体最弱 年岁最大的那个 反而没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新冠的感染程度 完全无法用免疫力的高低 来作为标准 所以呢 关于新冠病毒 我们人类对它的研究和理解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里再多说一句 很多国内的朋友 都非常关心 美国关于新冠病毒的特效药 实际上美国民众 大部分的新冠患者 都是采用治疗感冒的方法 来应对新冠病毒 无非是多喝水 保重睡眠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C 如果发烧的话 就用泰诺进行降温 几天之后呢 症状基本上就会消除 这和应对流感 基本上是一样的 新冠的特效药 只会给重症患者使用 大部分的患者呢 是不会接触到新冠特效药的 那下面呢 我再来谈谈 人类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新冠 就像我前面所讲到的 应对新冠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 而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社会学问题 新冠病毒是一种未知的 新型的病毒 它对我们人类产生的危险 让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感同身受 但是呢 它所产生的这种威胁 具体反映在每个个体身上 又是不同的 那么有些人感染新冠 只是轻微症状 甚至是没有症状 他自然会觉得 不应该让新冠病毒 改变他的正常生活 那么经过两年的体验 像美国的大多数民众 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但是对于免疫力低下 身体虚弱 有长期慢性疾病的高危人群来说 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就是致命的 像我在两个星期之前 曾经去过附近的一家长期护理医院 那个医院中呢 都是一些无法回家 需要长期医疗看护的病人 那么对于这些病人来说 最近美国新冠病毒的爆发 就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我亲眼看到 一位长期护理的病人 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 就被送进了ICU重病监护病房 所以对于这些病人 还有照看这些病人的医务人员来说 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理解 自然会和普通民众的认识 有了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面对新冠病毒 不能够也不需要 强求每一个人 对新冠都有了相同的认识 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即使医学专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 也必须加上相应的定义 人类真正需要的 是每个人类个体 面对新冠这个未知新生的病毒 都要通过自身的体验 自身的思考 产生适合于自身的正确认识 而这种认识呢 可以和别人分享 但不需要强加给别人 那么自然也不需要 盲目的去听从别人的意见 真正的重点是 每一个人在经过思考之后 做出对新冠病毒 适合于自己的正确认识 而每一个个体的正确认识 在汇总之后 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一种平均认识 或者说主流认识 而这种主流认识 应该尽量客观的 发映出新冠病毒 和这个社会整体的关系 这样呢 这个社会能够找到 最符合自身利益的 和新冠病毒共存的合理状态 但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 社会的主流认识 和每一个个体的认识 有可能是一样的 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是基于社会的主体利益 而个体它的意识 是基于个体的利益 这两者之间出现不同 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所以呢 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 任何一个个体 都不需要把自己的意识 强加到另外的个体身上 同时一个社会的整体意识 也不需要把整体意识 强加在任何一个个体的身上 这才是我们人类 正确认识新冠病毒 核心要点的所在 那么最后呢 我再要强调一下 这次新冠病毒的爆发 对于我们人类的整体意识 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为新冠病毒 成为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类个体 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和威胁 也就是说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所有人类个体 第一次真正共同面对了 同样的敌人 或者说 我们全世界的人类个体 第一次 能够在面对相同威胁的时候 通过信息共享 彼此之间做到感同身受 一个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感染了欧美克龙 那么与此同时 一个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人 感染了欧美克龙 那么这两个来自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种族 不同生活环境的人 就因为欧美克龙这个病毒 有了一个连接的纽带 而这个纽带呢 就让这两个个体 在看到相互信息的时候 有了一个理解的共同基础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就会让 有思考能力的人 真正去思考 不同的个体 在面对相同挑战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 那么如何看待 这种不同的反应 那么除了个体之外 我们可以再上升到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域 最后到 我们整个的人类 那每一次 在层次上的递进 都可以看作 是一种相同属性的凝聚 和不同属性的包容 那么这种思考 和这种体验 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全球化的真正内涵 就是要提炼 我们全人类的共通性 同时包容 不同个体的独特性 应对新冠疫情 就像是一场考试 题目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社会阶层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国家 由于自身情况的不同 所以答题的方式 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这里并没有一个 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而且呢 考试的结束时间 也并不确定 所以这样一场考试 最终的答案并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在考试过程中 如何的答题 如何的调整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 正是因为这是一场 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试 因此呢 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 就要把眼光 看得更广一些 更远一些 把思考的范围 变得更大一些 只有这样 才会在这次 人类的共同考试中 脱颖而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